哈喽 同学们 没有问题哈 网络正常 好想大家呀 感觉时隔一个星期像是一眼万年 好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课程了哈 那么今天呢是咱们复习课的第二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慢慢的适应好根歌的节奏 有没有觉得这两阳课根下来的话呢 这个根歌的速度已经逐渐的可以接受了 适应了是不是 好 那太棒了哈 那么咱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上一节课复习课 我们所讲的一些单词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 同学们来公平打一下 这一单词所对应的一个中文的含义 首先这一单词distort distort 我们说这个tort 哎 没错 它表示是twist 扭动 对不对 那么distort 加强扭动 扭曲 扭曲是时distort truth 扭曲声音 不是啊呀 对不对 表示的是distort voice 好 下个单词 segregate segregate 我们说se 表示是apart 那么greg呢 表示是group 把它放到不同的组里边 哎 没错 表示是隔离啊 分离 第三单词mitigate mitigate 说我妈说我的时候呢 我也不敢停嘴 我一踢门 我瞬间让我的心情得到了缓和 哎 缓和缓解mitigate 没错 第四单词sleder sleder 那我们说sl呢 都跟滑动相关 对不对 那么sleder呢 多指的是动物的滑行 比如说snakes slither 我们说小蛇的滑动 用到的就是这单词 蛇的滑行 很好 第二个单词 exclaim 我们说claim呢 表示的是cry shout 表示跟喊叫相关的 那ex呢 表示是out 喊出来 哎 喊出来表示的是大喊大叫 没错 好 第六单词 gargantile 我们说tatanic gantic gargantile 这几单词呢 长得很像 你放到一起去记 哎 没错 表示是巨大个 我们说高康大那个人物形象 对对 gargantile 好 第七个是disclaim disclaim 那么claim呢 表示的是说 表示的是叫喊 那么dis呢 表示是当向下 你想想 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是对着下面的人去演讲 哎 能说否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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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这个dis呢 它是一个去向下的意思 对着下面的人去做演讲 表示的是演讲 没错 disclaim 好 第八单词 stupendous stupendous stupid stupendous 我不说傻大个儿 这种语言傻大傻大的 对不对 stupendous 指的是巨大的 大而无用的 没错 好 第九单词 sluggard sluggard 说非洲人呢 做事情都很慢 slow 所以说呢 就会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懒鬼 哎 没错 表示的是懒鬼啊 懒鬼 好 再往下 下一个 这里的sloppy sloppy 我哪个说错了 哪个说错了 等一下 等下 等下 等下呢 declaim 啊 sorry sorry 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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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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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同学们 太棒了 这里的这个disclaim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for an easy 对不对 不算同好 disclaim 对 就是不说 不说 表示狗地 对 sorry 太棒了 眼睛真的是 就是最近课太多了 直接就蒙掉了 好 再一个 sloppy sloppy 这单词我们说 它说的是 影视的是slow这单词 对 slow啊 slow说这人做事很慢 所以它是一个懒鬼啊 懒鬼 好 第十单词 sloppy sloppy 那么说这一单词呢 其实影视的是sleeper 拖鞋这个单词 对不对 我们说穿拖鞋呢 就会给人感觉到 非常的懒散 对不对 邋遢的懒散的 sleeper sloppy 好 没问题 这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过单词 然后这节课呢 咱们还是啊 要采用不同的单词 复习的模式 然后去复习一下 这个前两节课 你们刚刚学过的 这两节课的单词 那首先呢 先跟老师来玩一组 这个找相同 找不同的游戏啊 那找出与所给单词 这四个 意思不同的一项 A trial B brawn C ordeal D tribulation 那么ABC 哪个选项 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呢 哎 没错 应该选择的是二号B啊 那么其他选项的 都有跟这个 我们所说的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和磨难相关的 哎 没错 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单是trial 这单词我们来回忆一下啊 它有这样的三个意思 都非常的重要 分别是磨难 试验 跟审判 这三个意思呢 都是trial 这单词的一个高频的 这样的一个考察的点啊 那么这一单词呢 我们会经常在一个语块当中遇见 一个固定表达当中 他遇见他叫做trial and error trial and error 叫做试错 所以我们高老师 在这个固定表达当中 trial取得是它哪层的含义呢 在这个里面 trial取得应该是它哪层的含义 哎 没错 应该取得是试验这样的含义 你看 是不是 我试验一下 可能错了 简称试错 那我们说 学习呢 其实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learning is 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因为你要是不去错的话 你要不去make mistake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对的是什么 尤其在那边口语的时候 你要敢于去说 因为只有你知道你是怎么错的 你才知道下一次你也怎么去对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老师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固定表达当中 叫做on trial on trial 那么这点词呢 跟on结合会产生出不一样的化学的效果 如果说你取得是它这样试验的意思 它就表示是在试用中 如果说你取得是它审判的意思 它表示就是在审判中 on trial in court 在法庭当中接受审判 那么重点呢 记一下 大部分的借词是小字on 这是一个白星天空啊 或者是阅读理解的时候 大家可能遇到一个好点 on trial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单词的同一词呢 表示也是磨难的意思 首先第一词的单词叫tribulation 我们这单词还有意思叫做tribulation 那么这单词词根是tribute tribute 那么我们来从最简单的小词来看一下 叫做contribute 我们来看一下这单词 你看词根叫做tribute 表示是gave给 那怎么给呢 con together 一起给 我们一起把爱心奉献给空空老师 对不对 contribute表示奉献的意思 我们一起把爱心奉献给空空老师 我们一起把这个自己的青春呢 奉献给自己的祖国 对没错 所以说你看这里的词根tribute 表示就是给 意思就gave 那你看上天在给你 幸福跟快乐之前 先给到你的一定是我们的磨难 对不对 天将将大人于四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坚苦 所以说你先得到的 先给到你的就是我们的磨难 tribulation 那么这单词同学们 tribute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tribute 其实本身它也是一个单词 它表示的就是给到别人的贡品 以前的时候有在于一些缘故的部落 是不是要上贡 比如说你看你们把心情给到我了 那信心对于我来说就是tribute 贡品 所以说它作为一个单读单词来说呢 它本身有贡品的意思 大家可以进一下 好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ordeal 叫ordeal 那么这单词呢 怎么去记 大家可以记这样去信号 考验还是交易 ordeal 对不对 还是交易 那么你看 在万圣节的时候 是不是小孩子会挨家挨户的敲门 玩一个游戏 叫做tribute or trick tribute or trick 你到底是想招待我一下 给我点糖果呢 还是说让我猪弄你一下呢 那么在这个单词当中就是 你想经受一下考验 还是说小孩子做个交易呢 对不对 ordeal 痛苦的考验 痛苦的考验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老实想给大家区分一下哈 就是你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单词 你来看一下是不是你在每次读到它的时候 都会一头雾水 这两个单词可能历史都没有分清楚过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两个单词怎么去记 那么这里的这个trial 我们刚刚说试验啊 磨耐这个单词 你看是不是前面tri 其实影视的是try tri的单词常识 而我下面的这个单词叫trial 发音发生改变了 那么中间是a al a跟i放下位置 但是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表示的是跟踪足镜跟小镜 那么怎么去记忆呢 你看中间是不是像tail尾巴这个单词 我像小尾巴一样 怎么样的跟着你 在哪跟着 小镜小路上跟着 留下了一串足迹 你看是否画面感呢 我在小镜上跟踪你 留下了一串足迹 trial 有识的是tile尾巴这个单词 而上面这个trial 它有识的是tri常识这个单词 能理解吗 还有同学给老师补充了一个track 非常好 同学们来看 这单词呢track 它多指的是轨道 比如说running track 你跑步的时候 赛跑的时候 那个轨道叫做track 还有就是rear wheel track 我们说那个电车的轨道 或者是火车的轨道 都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叫track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组单词搞定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叫做browney browney表示肌肉发达的 那么这个单词呢去歪之后 变成它对于那个名字brown 表示的是发达的肌肉 大家通过这个brown 这个棕色的颜色 就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种猛男 还有这种非常健美的女子 我们的这个卡带衫 是不是 他们的这个肌肉呢 是不是都是那种 被晒过的古铜色 因为这种颜色 在老外眼里是非常健康的 且富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就是只有有钱的人 才能出去度假 因为老外呢 有白种人的肤色 非常难以被晒黑 如果说 你要能够稍稍的 晒成棕色 就证明 诶 这人有钱了 出去度假了 brown brown ok 那么加了y之后 变成一个抽 变成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呢 它指的就是发达的 肌肉发达的 好 男生还好 是不是 女生还是白白的 比较好 那么来说一下 那其实老外呢 还会用到这点 叫tint 那么叫tint 它表示是晒成古铜色的 那么双写 n加一定的边 形容词呢 原词这个tint的边 就是种烤晒的 这样的意义 烤晒的意义 tint 晒成古铜色的 没错 好了 那我们造句子说 in this job you need brains as well as brown 你看 这就是压了一个 英语的头韵 这项工作 你既需要你的brain 大脑 同时需要你发达的肌肉 也就是说 这是一项 既需要体力 还需要脑力的工作 就比如说 龚老师样的工作吧 它就是一个非常 消耗体力的工作 每次上课都是 用尽全力 在呐喊 对 但是呢 同时也要 大脑不停在运转 有的时候 稍稍 可能出现一插齿的时候呢 就会传达出一些 错误的惊喜 对不对 它继续要brain as well as brown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同意思 叫做sinewy sinewy 那么怎么去记忆呢 又长了四块 心腹肌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八块腹肌 聊起来看一下 有没有八块腹肌 sinewy 只要ar之后 muscular 就是肌肉猛男 muscular man 你看咱们有没有同学 写那种 就是肌肉非常健壮的 小哥哥的 对不对 像那种very very skinny skeleton 那种骨瘦如柴的 其实呢 不是很有美感 不是很有美感 好 没有问题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一组单词的同学们 掌握的怎么样 首先第一个单词 trial trial 大家想的是try 尝试那个单词 哎 没错 指的是 试验 审判 尝试 对不对 试验 审判 尝试 磨难 好 再往下 trial 我们说 影射的是tile尾巴 这种词 triotile 像小尾巴一样 跟着你 哎 跟踪的意思 在哪跟踪呢 在小剑上跟踪 留下了一串足迹 跟踪小剑足迹 好 下一个单词 urdeal 你是想要 那个什么呢 还是想要一个交易呢 urdeal 同一听完词 就是我们的trial tribulation 哎 没错 叫做痛苦的考验 痛苦的考验 好 第五单词 tan tan 动词 晒成骨同色 没错 那种探考 晒成骨同色 好 晒 对 第五单词 muscular muscular 我们说 名字 muscle 像小老鼠一样 身体充满了小老鼠 充满了我的muscle 变成一个muscular 肌肉猛男 对不对 肌肉发达 好 第六单词上唐课学的 abrigate abrigate 你们想知道吗 我们说 breg 一组 把你放到一组里面 加强去聚集 汇合 对不对 求和 哎 没错 总计求和 abrigate 好 第七单词 tribulation tribulation 说上天啊 在给到你幸福快乐之前 给到你的就是灾难跟磨难 哎 没错 比方说是考验 磨难 好 我们说通过brown 棕色的一段语集 对不对 我们的肌肉是棕色的 哎 肌肉是棕色的 它是一个名词啊 表面是肌肉 好 接好同学们 它是个名词 加Y之后才是一个写人词啊 你看同学们 加Y呢 就会让这单词变成写人词 比如说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Brain 下雨对不对 Braining 下雨偏 Braining days 加上Y之后呢 就会变成它相对应 那个写人词形式 好 再往下 告诉老师 第九单词 Blazard什么意思 Blazard 哎 没错 暴雪公司 Blazard Entertainment 这个是我们的暴风雪 好 第一时间是Slam 大家想想熊门啊 往下去跳 Sleep And Jump 我不活了 Slam 哎 没错 这个是暴跌 经济的暴跌 Economy Slam 对不对 经济的暴跌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下一组单词 来一组连连看吧 我最喜欢的单词跟图片的连线 好了 首先啊 我们来连一下 第一个单词 Predominant Predominant 别人应该是哪个单词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赫利基群的 所以说在一帮大鸡当中 在一帮鸡鸡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鹅 它非常的赫利基群 好 第二个单词 Eradicate Eradicate 哪说没有根除啊 根除在哪呢 好了 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曲根老师英文名 你看根除根除 曲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应该连的是我们的第三张图片 Eradicate 理解得上了吗 好 那么第三单词 Recide Recide 哎 没错 连的是E 你看啊 以前呢 还是金发笔眼的小帅哥一枚 但是呢 随着日月的流缩 随着这个杀猪刀不断的去砍 是不是啊 慢慢的发地线后退了 Reciding your lines 好 再往下 第四单词 Tentative Tentative 哎 连的应该是第四 对不对 我们说暂时性的抖空 啊 sorry 暂时性的帐篷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单词 那么这家词呢 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的 主要的跟优势的 那么这家词高老师 词跟DOM都哪些意思 这个词跟DOM DOM都哪些意思 哎 非常好 首先呢 DOM它指的是那种 圆拱形的建筑 所以说呢 你看圆拱形的建筑 照住你的 就是你的小家 它首先有HOME的意思 那你想 在一个家庭当中 势必得有一家支持我 要RU整个家庭 对不对 所以说两个意思 一个是HOME 一个是RU 最简单 表示一个HOME的 就是DOMESTIK 对不对 国家的 或者是家庭的 DOMESTIK 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先取一下 这个RU統治 这个含义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单词呢 放到DOMINEERING 你能理解吗 你看是不是 在整个事件当中 它取这个主导性的作用 非常的嚣张拔护 专横拔护 非常的BOSY 哎呀没错 这就是我们同一圈子的BOSY 你想一想很多老板 是不是就是 我不要你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非常的专横拔护 一家独大 占主导地位 是不是啊 所以说DOMINEERING 这单词呢就是 我BOSY的同一句话 那么我们来造句子说 哪个字错了 专横拔护 哪个字错了 明学 错了错了 好 这点改一下 专横拔护 你们简直是太可爱了 小能手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说的是 I'm often headstrong and domineering 你看 我就是霸道总裁本才的 是不是 我经常呢 头脑非常的固执 headstrong and domineering 这件事情呢 我说啥就是啥 不允许别人有粉的意见 占主导地位的 专横拔护的 体现的是DOM real找一个词根的含义 好 那么再往下小明哥说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应该叫做 Indomitable Indomitable 还是把它切开了 其然算 for In-dom-table 对不对 A-B-L-E 写认词词位 那么这里的DOM 表达是real同质 那In应该取得是 它哪层的含义呢 没错 这里的In呢 应该取得是 它的这个否定的意思 就是你不能统治我 我是你永远 不可能得到的Buff 不可战争的Buff 对不对 不可征服的 不屈服的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特别好 就是那种 顽强不屈 坚持不屈 顽强不屈 坚持不屈的意义 那么在这里头 你要知道 Indomitable 它是一个褒义词 它是一个positive words 是一个这种 比较褒义色彩的词 它指的是那种 面对困难 顽强不屈 不可征服的意思 OK理解了 感情色彩 大家要理解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由DOM这个词 跟引申出的 这个home 表示家庭含义的 其他单词 首先第一个叫做 DOMAIN DOMAIN 那么这一单词你看 是不是 这块是我的家 我的地盘 听我的 所以说 这一片 它都是我的范围 我的领土 DOMAIN 同一款词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Y这个词根 它表示就是EARTH 大家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之后可能还会讲到 这个TERRY这个前缀 它指的是EARTH 土地 所以说 它指的就是领土 TERRITORY 同一句话词就是DOMAIN 家庭就是我的领土 家庭就是我的领土 对 这是个名词 对 这是个名词 好 那我们来讲句子吧 说 The Arctic remains the domain of the polar bear The Arctic remains the domain of the polar bear 高扫师 Arctic Arctic 什么意思 Arctic 这单词什么意思 哎 没错啊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极 它就是我们的北极 那么高扫师南极怎么说 瞬间突然一下南极这单词怎么说 南极叫做Antarctic 大家可以怎么去区分呢 你看 这单词是不是要比它更长一些 所以说呢 在地理上 南极洲呢 要比北极洲大一些 你要记住 那个大一点的洲呢 它相对来说 字母构成就稍微长一些 Arctic Antarctic 对 那么这单词同学们 其实呢 原指就是北极熊的意思 在拉丁语当中 Arctic就是北极熊 偷了贝尔的意思 那么慢慢呢 变成英语当中的 就指的是北极了 你看北极熊 到南极呢 就跟企鹅说 企鹅企鹅出来玩 企鹅说 哦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难了 谭格林说我太难了 好了 这就是dominian词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单词叫做domesticate 那么这单词呢 还是表示家庭 你看说反正它变成家养的 所以说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驯养 驯养 domesticate 那么我们到句子说 Some men are very hard to domesticate 一些男人呢 他真的太难以去驯养了 是不是 预夫小课堂上线了 domesticate 所以说那些可以被驯化的 就加了地了 domesticated domesticated OK 形成词啊 被驯化的 那么同学们 下一单词呢 domicile domicile 它指的就是跟家相关的 你的住所 那你的住所 比如说 如果你要出境的时候 会填一些那种住进单 那么上面就会有一个 问问你哈 你的这个家庭住址 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domicile 比如说 我们给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original domicile place original domicile place 户籍所在地 没错 就是原住址的意思 就是你之前住在哪 原住址original 好 没问题 那么这一组啊 大家重点来记得 就是dom的两个含义 一个是home 一个是rule 好了 那么了解完这一单词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就是pre-dominant 占主导地位的 这一单词的同一词 那么同学们知道吗 其实老是把这个pre去掉 dominant 它本身就表示的是 占主导地位的 pre-dominant dominant 其实这两个单词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对 训养的怎么去记 我们来说一下 你看 是不是把它变成家养的 把野生的 你驯化成家养的 所以说影射的是 domestic这原词 对吧 家庭的 那么ate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动词后缀 那么连起来 domestic 家庭的 家庭养的 家庭驯养的 domesticate 能理解吗 嗯 好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下面啊 那么同一词呢 叫做salient salient 那么这台词呢 它的词根呢 silly silly 表示是立跳 你看是不是跳跃旋转 旋转跳跃 我不听些 好了 那么这个跳出来 你看 是不是在众多的鸡当中 我作为一个大鹅跳出来了 就是鹤立鸡群 outstanding outstanding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salient feature 什么叫做salient point salient feature 对不对 我显著的 跳出来的 跳脱的 诶没错 显著的特征 显著的点 对不对 重点就叫做salient point salient point 好 没问题 那么下一单词呢 还是同意思 叫做can speak ears can speak ears 那么这单词怎么去进了 同学们来看 这单词词根呢 其实是中间的这个spec 只不过它因为构词 把进行一个稍稍的变形 spec 表达是can的意思 那么这单词 其实大家最了解的 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 大家认不认识这个prospect 这原词 应该属于大家一个四级词汇了 你看 它就是看 怎么看呢 往前看 所以说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spec 如果表示看的话 那往前看 看到的是前景 没错 表示前景的意思 prospect 再比如说 你看四级单词 inspect 这会儿怎么看呢 还是看 是不是往里面去看 所以说 我们要说往里面看一下 嗯 无日三省无深 那么它表示的是 检查 没错 所以说同学们 spec 这个单词的词根 表示的是看的意思 那你看 所有人如果说 都齐刷刷的看向你 要不然你就非常丑 要不然你就会很美 反正在人群当中 你是非常明显的 对不对 OUF 情人自词为 can speak ears 所有人都看向你 你超级的明显 好了 什么叫做can speak ears speaker 就你真是个人物啊 所有人都看向你 figure这种词 除了表示数据啊 表示身材以外 是不是还有人物的意思 比如public figure 公众人物 对不对 那么教给大家 一番地牢的说法 如果说表示说 人物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有个非常地牢的口语 叫做bake potato bake potato 大土豆 大土豆就是 can speak ears figure 著名人物这样的一个说法 同意替换 对大土豆 好了 我们到句子吧 说 80s can speak ears that smoking is harmful to health 非常的显而易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那么大家知道吗 就是尤其上免税店 国外的免税店 去买那个烟的时候 然后那个外国的乡店 上面都会写着巨大的那种 吸烟会kill you 就杀死你 这样子也特别特别大 那么咱们中国还好一些 那种小子说 吸烟有害健康 暗琢琢的标在下面 但是外国的乡店 真的写得好大一个 但人们还是账买服务 就是ok you can kill me 但是我还是要买你 对 所以说你看这里说 吸烟有害生命 是超级明显的 can speak ears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给你看 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写作的句式 atis 那么在这里呢 是不是就可以同意 换成我的notable 这单词 notable 我们说notice 注意了 notable 值得注意的是 同意换 worth mentioning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值得一提的是 好 进一下 在来写作的时候呢 可以去做一个同意换 can speak ears notable worth mentioning 好 obvious 没错 那是最简单的小词了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 来看一下 下一个 曲根老师 英文名 eradicate 这个单词呢 真的太适合 曲根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单词的词根 是radic 我们最简单的小词 就叫做radical 表示的是 根本的 彻底的 对不对 radical 所以你看 根本的 根本的 词根 radic 表示的是 root 根的意思 好了 那么你看 怎么去根呢 E告诉老师 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向外拔根 你看这动作 是不是 曲根 曲根 向外拔根 彻底跟住 能理解了吧 哎 没错 AGE呢 是个典型的 东词的后缀 eradicate 好了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去掉C 这样的一个词 给ready 又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 我们的send out 发射的意思 那么大家最简单的小词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标识去记 radiation 啊 radiation 你看一下 他们这个小轰车旋转的 这个符号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此处有辐射 啊 所以说 radiation呢 它表示辐射的意思 那么动词radiate 就是动作辐射 动作辐射 名字radiation 好了 看到这样的标识同学吗 以后离它远一点 有辐射 好 再往下 radiant 如果说我变成了一个写人戏 像ant 变成写人戏之后呢 就指的是发光的 你看 我的脸上辐射出光芒 对不对 容光焕发的 比如说昨天晚上 睡得稍微晚了一些 第二天就没有那么的容光焕发了 radiant 好了 那再往下呢 radioactive 我们来看 你看 是不是辐射非常的活跃 证明我是有放射性的 radiactive 辐射很活跃 我是有放射性的 radiactive 比如说像 修理夫人研究那个雷 那个元素就是radioactive 有放射性的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啊 下面这个东西叫receive 我们刚才说了 那个 就是 威廉王子的发起线 怎么样呢 正在逐年后退 咱们不知道有没有以后要去留学的同学啊 尤其是要去那个英国留学的同学 就你在出国之前请你啊 听老师的话 把那个霸王御发业啊 买好 多买几瓶 放到你的包包里 因为你到英国之后一定能用得上 咱也不说为啥英国人 很多地中海发情 然后呢 发际线主电后退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水质太硬了 他们呢 就老是上欧洲旅行的时候啊 就是 一般来说 当地人就直接上厕所 然后呢 接一点一个自来水就喝了 因为他们那个水呢 认为是非常干净的 净化得非常彻底的 那么就可以直接引用 但是 咱们都已经习惯烧开了的水 如果一旦喝了那种 未经烧开的生水 就会 因为水是过瘾而大量脱发 尤其上英国同学 保护好你的发际线 保护好你的发料 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退后这件叫receive 词根呢 很重要 叫做CED啊 而是to go 走的意思 那好了 高小师 receive这里的RX怎么走 这里的RE怎么走 没错 是不是back 向后走 那你向后走呢 就是后退 recede 那么名词大家要怎么说吗 名词叫做recession 名词叫recession 所以说CED跟CESS 其实都是后退的意思 都是走的意思 只不过CED是搭配动词使用的 而我的CESS是搭配名字使用的 OK 那么这个recession 比如说economic recession 经济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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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 recession 好 没问题 那么下面 高小师 precede 是怎么走呢 pre表示的是 没错 之前 对不对 走到你前面了 precede 先鱼 所以说 当你理解这个单词之后 你就能知道 为什么unprecedented 这件词啊 可能一时间觉得 这辈子跟他无缘了 并不会了 太长 太难了 但是呢 通过此根词 这已经可以解决出来了 你看pre之前 c的走 之前走鲜鱼 un表否定 之前没人走 我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来走的 unprecedented 前所未有的 史无前例的 通过此根词之一组合 就发现 人家是可以讲出来的 好 再往下 我们来举个例子 说 what is happening now is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史无前例的 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你看是不是副词来修饰我的形容词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好 第九页 没错 第九页 好 再往下呢 这件就intercede intercede 那么来看一下高手师 intercede是怎么走 intercede是怎么走 inter表示的是 没错 是不是中间呢 在中间走来走去 比如说 你喜欢蔡旭坤 他喜欢胡亦凡 对吧 你说蔡旭坤 会唱跳rap篮球 然后你说呢 这个 吴亦凡会大碗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在你们两个中间 走来走去 怎么样呢 斡旋调停一下 我要跟他说 其实吴亦凡也不错 蔡旭坤也帮帮大家 是不是 intercede 斡旋调停 斡旋调停 好 那么在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 concede concede 高手师这回怎么走 没错 比方一起走 对不对 你看 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 咱俩一起走 大家各退一步 海国停空 表示的是让步 那你看 通过这个词 跟css 同学们 高手师 concede 对应的名字 应该是谁呢 concede 对应的名字 没错 叫concession 你看 现在理解 它怎么来的了吧 concession 叫做 make concession to somebody 对某人 做出让步 这原字表示 让步的一些 动词concede 名字concession 好 再往下 这张词叫secede secede 高手师 这里的se 这个前缀取的是哪层的含义 这里的se取的是哪层的含义 没错 away 对不对 就是往旁边去走 走偏了 我要退出了 我要走出来了 我要脱离了 secede 往旁边去走 我不干了 我要退出了 我要脱离了 好 没错 那么这就是receive 这个单词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一个叫做tentative tentative 表示的是试验性的 同学们 就通过tent 帐篷这单词来记 你看 帐篷 我不可能说 支个一年半载 我顶多支个几天到头了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暂时性的 试验性的 tentative 所以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 由tent这个词 跟引生出来的其他单词 你看 那个tent 你把帐篷撑开的时候 就感觉是那种 撑起伸展的感觉 所以说 pretend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por 其实它就是pro的一个变形 前边 对不对 那么tent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引伸式的 就是一个伸展 支开帐篷 帐篷伸展开来 所以说tent tent 它都是stretch 伸展的意思 向前面伸了个头 你想一下那种感觉 就是往前冒出了一个头 表示的是浴室 浴室 而且同学们 记一下 这种浴室 多是对于不好 事情的浴室 比如说咱们来造句子 Black clouds pertend a storm 黑云 浴室着 暴风雨的来临 黑云 浴室着 暴风雨的来临 这里的protend 向前伸出一个头 指的是不好东西的浴室 没错 好了 那下面content 这单词是不是可以讲出来了 你看 是不是一起伸张 我们一起伸张正义 代表月亮 消灭你 所以说 它第一有主张的意思 主张伸张 content 主张猛事 好了 一起伸张 争议 大概怎么去 一起伸张 争议 主张 那么除此之外 你看 我们一起 stretch 伸展 你争 我敢 你追 我敢 是不是还有竞争的意思 竞争 content content 好了 我们到句子说 I have to content with difficulties 那么高 小时 这里边content 取的是它哪层含义 这里面的content 取的应该是它哪层含义 没错 应该是 我们需要跟困难做斗争 对不对 content with 什么 我们要大家记一下 dif的界限 是我们的小词with 跟谁竞争 就是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系列的 在写作当中 在考译当中 可以表达你观点的单词 怎么办 这一组单词呢 你随便挑两个到三个 记下来就OK了 去替换你的think 去替换你的say 就会让你的写作变得高级 比如说老师随便说几个 说几个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clean to the belief clean呢 指的是紧紧抱住 是吧 我紧紧抱住的这个想法就是 I firmly believe that 我深刻的相信 我非常的相信 clean to the belief 就是一个比较小众 但是非常亮眼的表达 老外非常喜欢 再往下 比如说你看 你可以使用这个 demosprate illustrate 对不对 我什么什么东西 证明了什么什么观点 阐述了什么什么观点 你都可以去替换 你的这个say shows 等等一系列的简单表达 好 那么这几单词 大家可以拍照 截屏合影留念 然后呢 只要背下两到三个 去替换你的低端词汇 你的写作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高级 对 后面这个动词 一般来说呢 是人 然后加这个动词 再加that 加一个从句 比语从句 好 没问题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说tent 这个词根的同词根单词 叫做distent 叫做distent 那么这人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表示伸展 怎么伸展呢 this这里指的是 像四面八方吧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呢 我如果像四面八方的 就伸展 就砰 膨胀起来了 看本仙女又上天了 膨胀了 就是人 那么各位给我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distending pain distending pain 没错 叫做胀痛 你看我们说pain表示的是疼痛 那么如果说膨胀的痛 就是我们所谓的胀痛 对 我这地方好胀好疼啊 distending pain 那么再往下我告诉我翻译一下 什么叫distended abdomen distended abdomen 这件词来认识吗 这一单词 肚子胀 没错 我们说腹部的膨胀 这一单词表示的是肚子 表示腹部 那怎么去记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ab表示肚子 肚子呢就是做事情 man就是男人 不做事情的男人就长大肚子 不做事情的男人就长大肚子 所以说呢 distended abdomen 就是膨胀的腹部 膨胀的肚子 嗯 没错 belly pouch 太棒了 这个应该是之前已经上过咱们问题班的了 好了 那么这组单词搞定了之后呢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大家对于这组单词掌握怎么样 首先来第一个单词 can speak ears can speak ears 什么意思 肚子太大了不能做人 爱也没错 表示的是你看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你 你太野人注目了 显著的明显的 好 下一个人是distend distend 我们说呀 说怎么样呢 像四面八方去伸展 膨胀了 对不对 你飘了啊 distend 好 下面eradicate eradicate radic means root 根对不对 意表示的是out 向外面去 而根 去根 爱也没错 取根 取根 对 根除 彻底根除 incidence radioactive 说radiation 辐射怎么样呢 非常的活跃 证明它是有 放射性的 great 放射性度 好 第五单词 concede concede seed表示走 con together 一起走 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 大家海过天空 只是让步 名词concession 好 第六单词 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 说precede 先与优于 un否定 不先与 异地 表示前人词 其门没有人干过的 实无前例的 前所未有的 A 非常好 好 第七单词 predominant predominant 我说dominant predominant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那么dom这个词 跟它表的是 root 统治 那么 占主导 d位 主要的 就是这张词的意思了 好 第八单词 indomitable indomitable in 表not 否定 dom表示 root统治 ABLE形成字词为 不能统治的 不可战胜的 是一个 包义词 不可战胜的 比如说 顽强的毅力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OK 第九单词 pretend 说往前伸出了头 嗯 就感觉事情呢 刚露端倪 而且多指的是 不太好的事情 对不对 表示的是 遇事 pretend 好 下一个 tentative tentative 我们说 tent账符的这东西 它只能 治个一时半刻 不能说 治个一年两年呢 所以说它是 暂时的 实验性的 暂时的 实验性的 好 没有问题 这组单词大家掌握得不错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继续来 再来一组 中英配 说出语 所给单词 意思 就是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 你说中国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单词 来看 第一个单词 什么意思 I没错 表示的是 放弃权利 adict 表示的是 放弃权利 那下一单词 seclusion 又是什么意思呢 I没错 表示的是 隔离的意思 隔离的意思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单词 首先第一言词 abdict 那么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 放弃权利 首先呢 这个dict的词根 我们来说一下 它表示的是 我们的说 speak 是说的意思 那么比如说同学们 你们可能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或者是这个 专四考试当中 会有一个提醒 叫做dictation 咱们有没有英专同学 然后呢 你们会在专四的时候 做一个听练内容 叫做dictation I没错 听写 对不对 把你 这个它说的东西 给它写出来 所以说 这个dict 表示的是 说speak的意思 那么怎么说呢 ab表示的是 away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它 不要了 说这个东西 我不要了 所以说 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 放弃权利的意思 有指的是 放弃的王权 比如说 我们来造句子 If the king does not abduct He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be Destruined 如果说 他不主动放弃权利的话呢 他就会被推下王位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 一个单词啊 叫做 这个温莎公爵的 这样一个案例 大家知道 这个温莎公爵吗 它就是历史上 一个非常著名的 只爱美人 不爱江山的人 Abdiction 他就主动地放弃 他的王权 当时呢 他已经拿到了 这个王位的竞争权 但是呢 他深深地理念上了 一个美国的寡妇 叫做这个 辛普森夫人 但大家所有人都很反对 但他毅然居然地 不要跟他结婚 那么辛普森夫人 已经有很多很多情部了 而且二婚呢 那么他毅然居然地 选择跟他结婚 而且为了这个女人 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最后呢 怎么办 没有办法 只有让他的弟弟 乔治六世继承皇位了 那么这里的这个 乔治六世是谁呢 大家看没看到 King's Beach 国王的演讲 就有点名 他就是那个 对于社交比较恐惧的 对于演讲 比较失利的那个国王 就是温莎公爵的弟弟 乔治六世 也是现在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爸爸 你清楚了吗 温莎王朝 大概就是这样的历史 就是近期的历史 就是先是温莎公爵 然后乔治六世 然后是伊丽莎白 对 没错 目前咱们伊丽莎白 女王的爸爸 对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主动的怎么样呢 说这个权利 A B 我不要了 对 抛弃权利 放弃权利 abdicate 好 没有问题 那么下一单词 叫做contradict contradict 那么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 是不是dict 还是说 高少许 contrad什么意思 这里的contrad什么意思 没错 那么说contrad uncontrad 也表示是相反就对 那么contrad 表示是相反反的 所以说反着说 就是反驳 反着说 你说A 我说B 就是也反驳 反驳 好 再往下 benediction benediction 我们说benefit 指的是好处 所以说benny呢 其实它引译的是good 这样的一个词根 good 那么dict 表示是speak 说 说好话 就是给到你祝福 给你说的全都是好话 给到的 就是给你的祝福 那么来再过句子吧 说 the sun hovered 音乐在头上面盘旋 that's like a whispered benediction about the crowd 就像是在人群上方 盘旋着的 回荡着那些祝福的话语 对不对 感觉非常的美 那个声音呢 在头顶盘旋一样 就像是不断的 在有祝福的话语出现 ok 说好话 就是祝福 那反应呢 就是说坏话呗 那么这里这个 malediction 高少许 这里的mal指的是什么意思 mal呢 其实是从法语当中 借来的一个单词 借来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没错 它表的是bad 不好的 坏的 所以说你看 说坏话 对你就是一种诅咒 说坏话就是一种诅咒 好 每个问题再往下 那么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interdict interdict 中间说 你想一想呢 本来你这件事情 进行的非常顺利 但这时候突然有人 突然中间了 插了一杠子 成绕已经出现了 中间呢 阻止你感觉的事情 中间说一些事情 怎么样呢 阻止你 禁止你去做一个事情 所以说interdict 比方说禁止的意思 名词动词全都是它 好 对 没错 不让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drug interdiction drug 毒品 对不对 interdiction禁止 简称禁毒 drug interdiction禁毒 好 没错 那么下一代 你们注意它的发音 好 那叫indict 那个c不发音 不是indict 它读称invite 这点很重要 那么这个单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in表辰是imprison 说进监狱 把你说进监狱 怎么样呢 起诉控告 说进监狱 起诉控告 那么这里我们给大家 拓展一个这个同意词 叫so 你先发音 so so 起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单词就是大家在做这个 四六七阅读啊 还有这些 这个考研阅读当中 见的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 表示起诉的单词 so 对 听前一年想的so 起诉 好 那么道具的说 I can invite you for abduc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我可以去起诉你拐卖那些高中生 是不是啊 我要起诉你啊 拐卖高中生 我要起诉你偷走我的心 abduct my heart 好 那么下一单词呢 叫做vindict 啊 下一单词叫vindict 那么这单词来看 是不是还是说 说怎么样呢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相近辅营的变形 这里的b呢 其实影视的是w 啊 我们的w 就是说赢了 那你想想 如果说我在一场战斗当中 我说赢了 是不是给我辩护成功了 说赢了 辩护成功了 没错 所以说这里啊 他其实影视的是wing 这两种极章具体 he tried hard to vindict his honor 他拼尽全力 为他的尊严 为他的荣耀进行的辩护 OK 那么在这一头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就是跟胜利女神相关的一个 呃 算是一个 词源的小知识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v 他能影视这个wing呢 我们来看一下 ye是不是这样 那么高小时 这个v其实有时候是哪个单词 哎 没错 就是我们的victory 对不对 胜利的单词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 在龙马神话当中啊 我们的胜利女神是比较的 victoria victory victory 所以说呢 他其实影视的是女神的名字 那么在希腊神话当中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胜利女神叫做 您能想到 他老师 为什么要把这个nike放在这呢 胜利女神的名字就叫做nike啊 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啊 胜这个v 这个nike下面这个大沟 这个对号呢 不是说 cracked mark 不是一个对号的标志 他其实影视的也是v这个标志 也是正确这个标志 胜利这个标志 所以说哈 我特别能理解 为什么家长喜欢给孩子们 在考试前买一些nike的衣服 大红包 希望你全都做对 对吗 nike给我充钱了 怎么还有广告的植入呢 好 那么同学们 我不仅要给nike做代言 我同时还要给这个 来灵魂画手上见了 这是什么品牌啊 同学们 哎 画成这样你们才能认出来真爱了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 Adidas 三叶草的这样一个品牌 那么三叶草呢 它的英文名叫clover 叫了clover 那么你看c 后面是lover 那我们说你看c字母 是不是一个包裹型的形状 c lover 对吧 包含住爱 所以说clover这个单词呢 它也表示的是我们所说的幸运 幸运草 三叶草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叶草这个标志 clover 三叶草代表是幸运 所以说以后你要进考场的时候呢 你既可以穿nike 也可以穿clover both ok 都可以 对呀 你以为是猫爪是吧 我上次画了一个这些东西 说老师我以为是猫的爪子呢 但是呢 我画的其实是三叶草 好没有问题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单字啊 叫做seclude 这单字表示史隔绝 那么高考师这个clude什么意思啊 哎没错 它影视的就是我们的clue准词 最简单的小词就是我们的include 对不对 包含在里面包含 还有一个反应词exclude 不包含就是排除 对不对 in跟ex是一个反应的前缀 好了 那高考师 这里加上se 是不是away 就是怎么样呢 也是没包进来 对不对 没包进来 包到旁边去了 隔绝了 出去了 到旁边去了 没包进来 隔绝了 来到句子 culture shock a really 这应该是A叫 culture shock is really hard to seclude 说这种语言 这种文化的冲击呢 其实真的难以被隔绝 比如说上一课 老师给大家讲的这种非洲的文化 你想一想 那个义夫多气质 能隔绝掉吗 我有一说 咱们男生觉得不老开心了 不能隔绝掉 这都是习义相通的 culture culture diversity 对不对 难以被隔绝 hard to seclude 对 好 那么现在呢 告诉老师 insulate什么意思 insulate 还是隔绝 那么这里这个sul呢 其实影响就是so 单独这一点起 in呢 表加强就是 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 哎没错 还是绝缘隔绝的意思 同一词 那么高小师 insulator是什么意思 这样偶尔之后 变成名词了 insulator 没错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绝缘体 你看长这么大 我母胎单身 我是一个爱情的绝缘体 love insulator 爱情绝缘体 你看隔绝的物品 就是绝缘体 绝缘体 它是隐士 你看说还是close 那么back 表示的是re的意思 那么re在这里呢 取的是back 就是把你关到后面去了 对面 把你关到外头去 那证明你要闭关修行了 你是一个隐士 recluse 隐士 嗯 没错 小龙女 是不是 姑姑就是一个recluse OK 好了 下一词呢 同一词叫做hermate 表着也是隐士 怎么去记 闲言联想 和谜她 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 对不对 因为她已经隐起来了 对不对 她已经这个与世隔绝了 修生养性了 hermate 和谜她 到哪里去找她呢 一个隐士 真的倒姑都不好找的 深山楼灵力 好 绝星谷是吗 好了 这单词没有问题了吧 咱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 下一组单词呢 咱们先来测试一下 刚才咱们说的几个单词 你记住了吗 首先这个是recluse 不过 小龙女 就是一个recluse back close 关到外边去 女士隔绝了 没错 表示隐士的意思 好 下面insulator 加强一个人 对不对 加强孤独 绝缘了 那么加到or之后 变成相对应的名词 绝缘体 爱情绝缘体 intulator 好 下面indict 说进监狱 dict 说in prison 说进里面 说进监狱里面 indict 起诉 同学文词 sue 特别好 第四单词 contradict contradict 反着说 反着说 没错 没错 反驳的意思 好 再往下 benediction benediction 说好话 我给到你的全都是好的哟 benediction 没错 它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祝福 那反应词呢 malediction malediction 祝福的反应词就是诅咒 特别好 诅咒的意思 非常好 好 第六单词 abdicate 说dict 说 完全我不要了 权力 对我来说 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不要了 放弃权力 give up the power 放弃权力 好 第六单词 第七单词 ermit 和谜他 和谜他 我到哪里去寻找了他呢 找不到了 于是隔绝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隐士 好 第八单词 seclude 还是 怎么样呢 away close away close 隔绝 好 最后一单词 vindict vindict 说赢了 我们说v呢 它指的就是win 对不对 双赢 win 所以说说赢了 就是辩护成功 对不对 辩护 好 没问题啊 这是我们的这组单词 跟上了吧 好 这组单词没问题的话呢 咱们再来一组连连看 再来一组连连看 单词跟图片的连线 首先第七单词 illiterate illiterate 没错 那些不认识字母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盲 文盲 再往下 obsess obsess 没错 连的是1 对不对 着迷了 你看淘心脸 然后再往下 defer defer 这东西往后放 对不对 往后拿 延迟推迟 最后一个连纸 poultry poultry 微不足道的 不重要的 unimportant 好 没有问题啊 咱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单词 illiterate 那么这些东西们 高小师词根 其实影射的这个letter 影射的是哪个单词 这里的letter 影射的是哪个单词 没错 就是字母letter 这单词 想象到吗 letter 你看 认识字母的人 证明你是一个有文化的 有识字能力的人 有文化的 有识字能力的人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老师加了一个否定前缀 jil 那么否定前缀 就是你不认识 证明你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人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以及文盲 那么文盲这单词呢 用illiterate也可以 再教大家一个 叫做blundness 你看我们说瞎子 就是文盲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说他认识的这个字 是不是就是一切的 什么名著啊 这些文字都看不懂 其实对于他来说 世界是非常灰暗的 黑暗的 一片死 即对的blindness 同样也有文盲的意思 对 没错 好了 那么来造句子吧 说over one quarter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are not fully illiterate 说超过四分之一的 承认的让人口 其实都是没有足够的 被教化过的 没有足够的文化 就是文盲的普及率 其实还是挺低的 我还记得在我爷爷奶奶 跟老婆老爷那个年代呢 还是有很多文盲的 那个时候新中国高建国呢 会组织很多种扫盲运动 大家知道吧 扫盲运动呢 就是让你从这个illiterate 变成literate 变成一个有文化的 会识字的人 对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老师把这个tivrate 这样的单词 结尾的单词呢 全都放在一起了 然后呢 串起了一个口诀 帮你去记一下 好吗 好了 我们来读一下呢 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literate 你看是不是有文化 识字的literate 之前无文字 记录 对这个人之前哈 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preliterate 你看free表示的是 之前对不对 liter之前有文字 之前没有文字 preliterate preliterate 好了 那么这个人怎么样呢 失忆了 失忆后之后呢 就之前 学过什么单词 全都忘了哈 单词王不存在的哈 全都不记得了 变成了 illiterate 对吧 将了il否定前缀 变成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了 然后呢 开始给东西参甲 你想想 文盲 没有受过教育 是不是很有可能 道德上 就会受到一定的一种 不好思想的影响 那么这个字参甲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先简单理解一下 因为之后呢 可能跟哥还会讲到 好 之后大家可能还会记得到 叫做 adultrate adultrate 你看这个词 adult 下面叫成人 这单词 参甲年生 小孩子是不会做的 因为他们比较单纯 比较天真 成人呢 很多花花心眼 对不对 坏死了 最坏的就是成人了 他会参甲 adultrate 简单记一下 之后还会学到 最后 十亿之后将过去 obliterate 你看 捡起来这个记忆之后 原来我是个文化的人 我是个万磁王呢 我怎么能干参甲这件事情呢 对不对 我要把过去的一切 全部obliterate 删除掉 o b 表示是 not 因为否定的概念 对不对 好了 就是没有字了 没有字了 就是删除掉了 obliterate delete ok 好了 那我们重新把这个口诀 再串击一遍 一个有文化的人 obliterate 之前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 relaterate 失忆之后变成了 illiterate 开始给东西参甲 adultrate adultrate 失忆之后呢 将过去删除 obliterate 不留下任何的直言片语 好 同学们 记住了吗 可以把它放到这样的口诀里去记 好了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ok的话呢 咱们来看 给大家去区分一下 你在做 比如说四六级阅读 转次转发阅读 还有考研阅读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非常相近的单词 跟这个literate 长得非常像的 但是呢 一碰到它 你就开始蒙了 不知道它应该倒是字面的呀 有文化的识字的呀 还是文学呀 就开始蒙了 我们来区分一下 首先 literate 影视的是 letter的单词 对不对 说的是文字 认识单词 字母的人 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识字的人 那么再等下 这个literal 怎么去记呢 同学们 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表达当中去记 你就永远都不会把它记穿 叫做literal meaning literal meaning 不断的反复去重复下这个短语 literal meaning literal meaning 字面译 能理解吗 你看字面上的含义就是字面译 比如说 你女朋友 在晚上的时候 你发微信 说 我睡了 晚安 如果你要是真的 按照这个literal meaning 字面译 给它回了个晚安 你就死定了 还比如说 我没生气呀 如果你按照字面译 literal meaning 去理解的话 你就死定了 是不是啊 你要根据什么去理解的东西 隐身意 你知道怎么说吗 隐身意 太真实了 是吧 男同学你们太难了 我都替你们感觉到难啊 哎 没错 隐身意 多喝烫水 包治百病 叫inner meaning 我来说一下 非常好的表情叫 intended meaning 大家看 我们说表面意 就是literal meaning 那么隐身意 就是我实际的一个用途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你去玩游戏去吧 你还不来哄我 你找死吗 这就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 intended meaning ok 这就是我的隐身意 所以说 你看你们单身 是有原因的 活该单身 就是因为 不懂什么叫做literal meaning 什么叫做intended meaning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一段叫做literature literature 那么怎么去计呢 同学来看 是不是可以通过picture 去计 literature picture 因为很多 咱们小的时候 读的一些读物呢 它都是配图的 对不对 文学作品会配一些插画picture 所以说连到一起呢 就是文学作品 那我还记得 当时老师读了第一本名著 二年级的时候 读的是一本 傲慢语语言 pride and prejudice 它就是一个插图版 特别的可爱 然后那个依莎白 然后她的梦姐妹 画的那个图都非常地精美 picture literature picture literature 好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做obsess 那么这个单词呢 表示的是着迷迷惑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ob呢 表示的是against 两个韩语言 一个是against的对立 对面 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强 对不对 但在这里很明显 应该是对面 对不对 那么刚才说 这里的sess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sess作为词根来讲 它应该有着的是什么意思 A特别好 是不是sit 做 那么std随便会换 那么原因字母 alu随便换 sess有着就是sit sit做 你想一想 当你对面 如果说做了这样一人 你不着迷吗 对吧 你看小眼睛 你不着迷吗 做这样一人 你不迷惑吗 怎么之前长成这样呢 是不是 obsess 真丑了结评 给根哥看看 是不是 好了啊 你看一下 这就是根哥 之前的样子 是不是 这就是根哥 为了上课 自毁形象的样子 obsess 你都为此疯狂的着迷 we are completely obsessed with him 我们为根哥而深深的着迷着 好了 结完图了吗 给大家时间哈 截屏 我先把我关上 要不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不太好 好了啊 没有问题 distored face 是不是啊 扭曲了自己的脸 好了 结完了哈 那结完之后呢 咱们继续来看了 好 昆姐回归哈 然后下一个叫cosset 叫做cosset cosset 那么这边咱们来看一下哈 怎么形成的 是不是还是做 这回做 做的就很明显了 那么这个ceo 是比are together 一起 你看小孩子 当所有人一起围着你做的时候 对你真的超级宠爱跟宠溺啊 你就是我们的宠儿 对不对 啊 你看我们围着根哥做 那么根哥就是我们的宠儿 co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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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宠物 宠物是不是夸张了点 宠爱 没错啊 宠爱跟宠儿的意思 好了 在下一个词呢 叫做assess assess 那么这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做 怎么做呢 做定的 加强做 所以说我要做定的 就给他做一个怎么样的 评估assess 同一段词 evaluate evaluate value价值 我把价值怎么样呢 给他估量出来 对不对 一表就是out 像y evaluate 估量 评价 在下一段是appraise appraise 那么appraise这个词根呢 表示是value 就是价值 好了 ap 告诉老师 a还说你手字母 什么意思 a还说起了手字母 什么意思 哎没错 它是个加强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加强 去估计它的价值 还是评估的意思 appraise assess evaluate 同一段期 好 在下面这个叫session 你看 还是一帮人坐在一起 怎么样呢 开会 一帮人坐到一起去开会 那么同学们 这个session 其实除了会议以外呢 还有这个课程章节的意思 如果说大家去上一些 这个国外的课程 你会发现 它每一节不叫lesson lesson这个课程呢 它只是那种中小学生学的课程 lesson one lesson two 那么如果说 你到了这个大学 或研究生阶段 你上了那每一节课 叫做session one session two 一起坐着开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这时候上课 不像是那种classroom 那种教室了 更像是一个lecture 这种演讲 会议的感觉 所以说它叫做session 叫做课程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 那继续往下 下一个单词呢 就是跟assess 长得很像的一个单词 叫做asset 叫做asset 那么这个单词 怎么来记呢 你看是不是评估你的资产 评估一下你的资产 是不是可以在二环里买房了 assess asset assess asset 那么这单词呢 你看它其实这么来 把它切开 A双天首次母数加强了 sET不建立 就是加强帮你在这个社会上建立地位的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资产 加强帮你在社会上建立地位的 就是你的资产 那除此之外 你想一想 那个你要是非常有钱 还有资产的话 是不是变相也是一个优点 你喜欢我什么呢 我喜欢你有钱 它变相其实也是你的优点 所以说两个意思 基产优点 那优点呢 其实就是有用的事 你说我身上这么多优点 其实就是对你有用的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我有幽默的 那么你看 我就可以让别人开心 这就是有用的事情 有用的人 优点 有用的是有用的人 asset 我们造句子说 They suffer great losses in stocks, property and other assets 高考试 这里的asset取的是哪层含义 They suffer great losses in stocks, property and other assets 没错 你看 根据语义 stock 比方说是股票 property 资产 财产地产 那么这里很明显 asset应该也是财产的一部分 对不对 指的是财产的意思 资产的意思 好 再往下 说intelligence was her main asset intelligence was her main asset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 asset又是什么意思 没错 在这里应该是优点的意思 对不对 说这个智慧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我们说有的人 我这个好看的皮囊 有些人有这种有趣灵魂 有些人可能有性感的大脑 那不管拥有什么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 very very meaningful asset 有意义的这种优点 主要的优点 很好 那么来说一下这单词的同意替换 比如说这个词property 大家说一下 property呢 这单词其实它的词根是proper proper 大家知道proper什么意思吗 首先它有合适度的意思 那么除了合适度 它还有一个意思 表示的是 不认识吧 来记吧 它表示是本身的 自身的 proper 来记一下 它除了表示合适的 proper behavior 合适的这样的行为以外呢 还有这种本身的的意思 本身的自身的 你看 自身的自杀 property 自身的自杀 这单词同意们 你看我们今天说 你家有矿吗 那个句式呢 就是do you have a property 你家是不是有矿 你天天都能吃吃离子呢 什么样的家庭呢 对不对 do you have a property 你家有矿吗 它主要就是财产地产 除此之外 告诉老师 这个单词除了财产地产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也是在考试当中的高频考点词 高频考点含义 什么意思 特别有个特征特性 特征特性也是它同意替换词 比如说我们的feature characteristic trade attribute 都是它的同意替换词 特征特性 好 不然这里记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单字叫real estate real estate 这上课实践结束 怎么刚开始上课就有下课了呢 是不是 坚持坚持 还有半个小时 还有半个小时 real estate 表示的是不动产跟房地产 那我来说一下同学们 这里面这个real呢 其实它指的 这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含义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property 特征特性 property 除了财产地产以外 还有特征特性的意思 我来说一下 它说现实 不是这样的哈 其实这里面的这个real呢 它影视的是 royal royal 这一单字 贵族的 因为之前呢 认为所有的土地 全部都是属于贵族和王室 国王的 那么real estate 它指的就是不动产 国王的地产 不动产 房地产 real estate 对 没错 它指的是贵族 royal这一单字 好 再往下 legacy legacy 那么这一单字 你看是不是通过法律 继承到的钱 就是你的遗产 灿烂的遗产 legacy 通过legal 法律得到的钱财 就是我们的遗产 对 没有问题 贵族遗产 无法得到 legacy 好 real estate 是你永远得不到的 房地产 不动产 好 再往下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单字叫defer defer 那么这个单字呢 两个意思 一个是推迟 告诉老师 这里的de 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表示推迟的话 那么这里的de 取的是哪层含义 I没错 取的是down 向下的意思 对不对 取的应该是down 向下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 for 应该是哪层含义呢 这里的for 取的是哪层含义 I没错 它主要就是carry 鞋带 你看 向下带 向下放 对不对 这是呢 往后推吧 往后去拿 往后去放 我表示推去 Pluto Postpone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服从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低身去扶 低身去扶 你看d 还是向下 对吧 你看这个龙王 我低身去怎么样呢 扶着我的王后 带着她走 带着她 低身扶着她去走 defer defer 没错 那么道具怎么说 let's defer the decision for a few weeks 然后把这个决定呢 往后推 实际中 defer the decision for a few weeks 好 那么如果说 使用她服从 这含义呢 会有以下的两个单词 differential 就是恭敬乐 算句子 he is differential to his superiors he is differential to his superiors 那么在这里呢 superiors 应该是上级吧 哎没错 上级啊 因为他们 因为呢 这里呢 加拿S 所以说 它是一个名字 用法 上级 它对它上级简直是 毕恭毕敬的 恭敬的 服从的 differential OK 好了 那么老师如果说 变成了这个 deference 注意发言不是 difference 是deference 那么它表示就是 顺从的意思 还是服从吧 服从顺从 比如说out of deference 就是出于顺从的目的 我要怎么怎么样啊 out of deference deference out of deferen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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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做什么什么东西 想出于顺从 哎 没有问题 好了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单词呢 就是经常会容易 跟它听力的时候 混淆了 它读成differ 而这单词是 deference 它是difference 一个是a 一个是e OK 那么differ 能讲出来 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小词呢 你看 现在你能够理解出 它是怎么被构成的 这里呢 肯定是dif 加上了fer 那么怎么带呢 这里的dif 哎 没错 它其实就是d的变形 我们说 为什么要变形呢 一切的变形 全部都是变于发音 所以说为了变于发音呢 这里的s变成了f 往四面八方取代 你往这儿代 我往那儿代 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I'm right 所以是differ 名词differ differ a from b a 所以a differ from b a跟b是不同的 好了 那么高老师 现在能够理解这个preference 这词怎么来了 你看 中间的词根还是fer 我们说这个prefer 表示的是更喜欢 对不对 你看哈 这个fer表示携带 那高老师 pre是不是之前 就是我早就看好它了 我之前就喜欢它了 然后抱走空光老师 之前我就拿走了 因为我怎么样呢 我更喜欢 对不对 我更喜欢 对 喜欢就先拿去了 没错 那么你看 再加上一个ese 这样的一个表示 名词的后缀 抽象名词 preference 就是更喜欢的东西 它就是你的偏爱 对你偏爱 爱 痛也很愉快 爱 爱 听过吗 说暴露年龄的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跟minko老师 是一个年代的 我小的时候 看了一个电视剧 先见三是不是 先见三的 偏爱 那首歌 preference 我喜欢提前拿到了 preference 比如说你看 到餐厅吃菜的时候 我们呢 就可以说 问你的朋友说 what's your preference 点餐的时候 你喜欢吃什么 随便点 对吧 what's your preference 你的偏好是什么 好了 没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for这单词构成的 这个词根构成单词 首先下一条叫做convert convert 那么这单词 我们来看 怎么带呢 怎么带 哎 没错 是不是一起带呀 你看到 我们一起把荣誉 带给你 就是收益 一起把荣誉 带给你 就是收益 除此之外呢 可以通过这个名字conference 去记一下会议 所以说convert 有协商的意思 好了 老师把它放到不同的句子当中 你来感受一下 分别取的是convert的 哪层含义 首先这个句子 I will confer with him on the subject I will confer with him on the subject 我会跟他就这一话题进行 哎 协商讨论 对不对 协商讨论 convert with somebody 相当于communicate 对不对 协商 交流 negotiate 很好 下一个句子 jogging will confer striking benefits jogging will confer striking benefits 说慢跑可以怎么样 惊喜的好处 带来几语 对不对 相当于bring bring confer 一起带来 一起带来的收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单字叫transfer 高考师 这里的trans什么意思 还是带怎么带 还是一种带 应该是怎么带呢 哎 没错 表示的是fromA toB 从A到B的带 所以说 它表示的是转移跟转让的意思 同时同学们 如果你是一个山山 观察生活的宝宝 你应该知道 这个飞机的转机 也叫做transfer 换乘 大家听到 比如说某一站是transfer station 大家听地币里那个 它的那个语音熟不熟悉 某一站 比如说 武道口 is a transfer station 它是一个换乘车站 很熟悉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的transfer 除了表示转移转让的意思呢 还有换乘的意思 那么飞机如果换乘的话呢 就是中转 中转 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airport 就给大家简单了 补充一些这个生活用语 跟airport机场相关的一些英语 好了 那咱们就从进机场开始 一直到出机场 首先呢 我们要去T级T级航站楼 对不对 我说今天我从北京T3出发 那么这个T级的是哪个单词呢 它叫做terminal terminal 指的是航站楼 那么这个单词呢 其实它作为形容词的话 是有这个末期的 晚期的的意思 那么作为名词呢 是终端 你想一想 航站楼是不是有终端呢 初始 就从它出发 那么就回来 是不是也是从它结束了 所以说它有终端的意思 就作为航站楼了 好了 怎么去进行呢 大家 是不是terminal terminal它没脑子 它非常的没有脑子 太笨了 每次考试都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名 癌生晚期 就是这terminal 它没脑 最后的终端 航站楼 接受了吗 好了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 进了航站楼之后呢 你就可以抓紧的 去办理登机了 那么办理登机呢 叫做check in check in 同学们说好 这不是酒店吗 入住吗 哎 没错 在酒店 这个酒店英语当中 它确实是办理入住的意思 而在机场英语当中呢 check in 就是办理登机的意思 好了 当你取完这个办理完登机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拿你的这个登机牌呀 那么登机牌怎么去说呢 叫做boarding pass 啊叫boarding pass 你看pass是通行证的 让你上飞机的一个证件 告诉我是board什么意思 这里的动词board有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有登上 比如说飞机啊 船的意思 所以说啊 这里的这个boarding pass 就指的是我们的登机牌啊 登机牌 也就是俗称机票 好了 拿着机票之后 是不是还要托运行李啊 那我们都知道 行李有大件有小件 有可以带上飞机的 有要你自己去 这个托运的 那么你看 不同的行李 有不同的说法 行李叫做baggage 那么托运行李就是 你在check in的时候 就已经被运送出去的行李 叫做checked baggage checked baggage 被托运了的行李 那么如果说是首题行李呢 哎 它叫做carry on baggage carry on baggage 我来说一下 那个luggage跟baggage 比较用法 是这样的 这个baggage 它多指的是那种箱子 就这种旅行的箱子叫baggage 而luggage指的是 可能是那种 编织袋装的那种 就是袋子的那种 也可以叫做luggage 能理解吗 它俩还是有稍稍的一个细微的差别 而且英式说法 更喜欢用这个baggage 美式说法 更喜欢用luggage 英美的说法也是不太一样的 哦 理解了哈 没错 那么你看 是不是可以让你带上飞机的carry on 就是你的首题行李 一般来说这种行李的 这种size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对吧 好了 但是我说你拿了很多很多件行李 我跟人出国 可能一年两年 他拿了很多行李 这时候推着它很方便 所以说你需要一个trolley trolley 它表的是手推车 你看怎么去记得呢 如果说从单词角度roll 滚动 滚动的轮子 滚动的车 手机车 如果说从这个谐音联想的角度 就是trolley 哦 我推这个车 好累呀 trolley trolley 同时你在超市里去购物的时候 拿到那个手机车也叫做trolley 也叫做trolley 没错 trolley的trolley 好 然后呢 下一个单词 我们再看 这个单词呢 就是进入到这个security check 我们说安检之后 你会逛了一个店 叫做duty free shops duty free shops 好 你看 duty在这里表示的是税 那free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free在这个单词里面 什么意思 哎 没错 我现在说 不是免费 同学们 它表示的是免除 就是税务自由 是不是 这个税务不收了 免除掉了 它不是免费店 但是免税店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再给到一个表达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做smoke free area 我们说之前呢 跟同事出去旅行 然后男同学 他都有那种烟饮 然后他发现一个smoke free area 他在猛抽烟 然后被罚款 哎 没错 他表的是无烟区 浸年区 同学们 是你看 烟这件事情 是禁止掉的 税务这件事情 是禁止掉的 免税的 无烟区 无烟的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到免税店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对不对 那么给预告一下 就在10月25号那一天 然后呢 有到有一个大学英语福利社 然后呢 空空老师将会主讲一个秋冬美妆大赏 秋冬美妆大赏 怎么就是在免税店 怎么去挑化妆品 就是那些化妆品的英文用语 然后通过化妆品的英语呢 引申出一些其他的 在考试当中 可能会考察的单词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去你同学 是吧 好 关注一下 10月25号咱们不见不散 好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进入到这个cabin 不说cabin指的是客舱 cabin指的是客舱 其实呢 cabin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这种 机舱用语 如果说你要是听这英文的 他的这个解说 你要是完全蒙掉的话呢 其实很尴尬的 因为你知道吗 之前老是去非洲的时候 做的是埃塞俄比亚航空 整个飞机没有中国的空气 然后呢 也没有中文的指示 全部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是听不懂的话呢 你是不是感觉很尴尬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英文单词的分别怎么说 首先第一个单词叫做 Else it Else it 我们来告诉老师 这个什么意思啊 注意发音好 不是Else it 不是Else 是Else it 那个S不发音 哎 没错 Corridor 对不对 我们说的一个走廊过道的意思 我们说这单词呢 就指的是在那种很狭窍的空间 等一种国道叫做Else it Else it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那么这单词呢 你看相对应该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window seat 有些人呢 喜欢看那种云卷云梳 就喜欢一个靠窗的作用叫window seat 那有些人可能喜欢这种靠边边的上次都比较方便的Else it 好 下面什么叫seat belt Fasten your seat belt Fasten your seat belt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安全带啊 安全带 记紧大家的安全带 尤其大家看到中国机场的电影里面 如果说你要是不系好安全带的话 如果真的出现那种Turbulence 气流颠簸的话 真的会由你的生命财产 净造成一定的伤害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什么叫window shade window shade 好 window指的是窗户 那么shade呢 指的是闭印的意思 遮光的意思 所以说连起来就是 哎 你所叫遮光板 就是遮光板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拿起遮光板呢 就是因为要有一次 一个乘客通过观察遮光板外 记忆的一个飞行情况 知道飞机马上就要出事了 然后及时通知了机组人员 导致一次灾难的发生 避免一次灾难的发生 所以说呢 从此之后就养成了这样一个航空的安全习惯 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呢 都需要打开这个桌上板 window shade 好 再往下 什么叫做tree table tree table 哎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小桌板 对不对 跟我们记一下tree 这点子只是托盘 比如说你在时常吃饭的时候 你拿的那个托盘 就可以叫做tree 那你看像托盘一样的桌子 是不是就是你座椅前方的那个小桌板 就是你座椅前方的小桌板 tree table 好 再往下 什么叫love jacket love jacket 说生命的甲克衫 穿上它之后呢 可以保命 哎 就是我们的救生衣 没错 就是我们的救生衣 叫做love jacket 很好 再往下 oxygen mask oxygen mask 哎 氧气面杖 oxygen 氧气 mask 我们说面杖 练习来氧气面杖 好了 最后一个flunket flunket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的英语没有问题 然后我上了飞机之后呢 就跟那个空姐说 I need a blanket 说了三遍 空姐说 OK sure OK no problem 然后呢 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的blunket也没有来到 我就真的觉得可能 这个 大家理解沟通还是会有一些bug的 好 没有问题吧 哎 毛毯 对啊 就是我们的小毯子 毛毯叫做blunket 好 那么这就是在飞机上 大家可能会用到一些单词啊 那么如果没机下空 就可以截屏 在这儿 中文对应的英文含义 好 那么这次单词搞定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哈 叫做这个 到了机场之后 尤其在里面 比如说非洲那种地方哈 机场非常的小 那么它没有办法说 一个登机口 对立一个飞机 怎么办呢 你需要下来去做一个 叫做百度车的东西 对不对 国度车叫做shutter bus 那么shutter bus 多指的是 在短距离之间行驶的车辆 来来回回 通勤的车辆 比如说你看机场大巴 就可以叫做shutter bus 为什么呢 你看是不是从机场 到你家中间来回往返的 短距离来回往返的 叫做shutter bus 百度车 没错 双车车 好了 那么坐完百度车 到达我们的terminal行站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 这要提取行李啊 那么到达大厅 叫做arrivels hall hall呢 指的是大厅的意思 到达arrivels 点起来到达大厅 到达大厅 那么接下来 行李提取叫做baggage 我们刚刚说了 行李是baggage 那么提取呢 这单叫claim 老师不是声称的意思吗 没错 这个单词呢 有很多意思 第一是声称 第二呢 就是提取的意思 两个意思 提取获取跟声称claim 都是它 baggage claim 行李的提取 好 没问题啊 那么这个单词搞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没问题了吧 咱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pultry 叫做pultry 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 那么这个单词怎么去进呢 我们来看啊 这单词应该是跟哥来讲的话 是不是没给到大家 特别好奇的方法 很多人在微博里私信 老师怎么进 我来讲一下 这单词呢 前面这个pile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有个说法 叫pimpile 什么叫pimpile 没错 叫bio 对不对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 就是按照书信去按通 然后情愫的这些 非常浪漫的手法 但是在你爸妈的年代 肯定都是pimpile bio 那么这个单词呢 表示friend 后面是不是try 朋友 再试试 没事的 失败都是小事 不重要 对不对 你看你失败了 然后鼓励你朋友 再试试 失败都是小事 一点都不重要 啊 paltry paltry 这样记忆可以吗 小学学的是不是啊 朋友再试试 失败是小事啊 不重要的 微小的 不重要的 好 那么同一词呢 nugatory nugatory 大概用nugative 消极去记 那些消极东西们 让你生活觉得暗淡乌光的 非常难过的 那些都是不重要的损失 啊 你不要因为那些事情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谁都不能因为一些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 nug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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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消极的都是不重要的 没有价值 好 再往下 下来叫trivial 啊 trivial 高考试 这单词中间的这个VIA 影视的是那个单词 VIA对于词根来讲的话 它应该指的是那个单词 哎 特别好 同学们啊 看一下 它指的就是VIA这单词 道路 啊 你看一下 那么tri又是什么意思呢 tri这个前缀又是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表示是三 所以说你看 在三叉路口谈论的 七大姑八大姨说的那些 全都是不重要的小事 啊 七大姑八大姨在门口 三叉路口 这谈论的 全都是不重要的小事 trivial 比如说attribute detail 一些不重要的细致莫及 attribute detail 嗯 没错 那么名词呢 就是trivial 啊 trivial 你会发现 就是V跟F的一个变形 trivial trivial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些 跟数字前缀相关的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在这个词当中啊 我们来看 那么其实呢 希腊前缀 拉丁前缀 它们都有会表示 表示这个数字相对应的一些 前面的这样的写法 说法哈 那么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 诶 老师 你看 是不是 hemi有一半的意思 semi有一半的意思 两个有一半的意思 诶 没错 它们确实都有一样的意思 但是呢 一个属于希腊前缀 一个属于拉丁前缀 但是咱们在学的时候 就能毁着去学了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哈 这些数字都分别怎么去说 比如说咱们的第一个叫做 half 一半 那一半呢 有hemi 比如说半球 这点叫hemisphere sphere表就是球体 对不对 一半的球体 就是hemisphere半球 那么再比如说 semi也可以比较一半 比如说半决赛 叫做semifandal 决赛fandal 半决赛 semifandal ok 好了 下面呢 这点字是万一个 对不对 一个同学们 猫弄还介绍了一个 老师爷爷讲的 一夫一妻制 还有印象吗 一夫一妻制 叫做monogamy 是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 eve的游戏 特别好 大家记住 monogamy 一夫一妻制 所以说它表现是only one 所以说你看垄断 是不是就是one polly指的是many many 对不对 很多 一个统治的多个就是垄断 一个control many 它就是垄断的一线 大家玩那个大富翁的游戏 大富翁就叫做monopoly 对不对 你看富翁富翁 垄断了经济 好 再往下uni呢 同样可以表示一个叫做unicycle cycle指的是轮子 那么只有一个轮子 就是我们的独轮车 unicycle 独轮车 再往下 表示to的呢 也有两个 首先下前阵是di di 比如说delight 什么叫进退两难 进退为我 是不是两个方面 你不知道去哪个好 进退两难 那么在这里呢 di 那指的就是两个的意思 同理bi 也有两个的意思 比如说双边的 叫做billateral 你看 lateral指的是边 那两边是不是就是billateral 双边的 对吧 好了 那再往下 比如说 咱们跳上说几个 比如说五 这个来自叫five 那我们玩游戏 panda kill 那什么游戏里面呢 panda kill 就叫五杀 五零杀 那么那个里面呢 这个五取的就是 希腊前缀的panta panta 比如说五角形 叫做pentagon pentagon 没错 双边市场 billateral markets 可能是大家在学一些 比如说国贸 经济的这种学科的时候 可能学了一些专用名词 对不对 好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五重奏 五重奏呢 五重唱叫做quintate 那么这个quint 其实就是拉丁前缀当中的五 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么加上这个et呢 变成了五重奏的一个说法 quintate quintate 五重奏 对 没错 OK 好了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八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八这个前缀 叫做oct 比如说同学们 八爪 你知道怎么说吗 叫做octopus 在这个香港的坐车的时候 大家需要办一张巴达通 如果曾经去香港旅游播的同学 或上过学的同学 你应该知道 那个巴达通呢 就叫做octopus 为什么 因为在香港的地铁当中 这个线路真的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环那一站叫central 中环是香港的政治 而不是政治 而是金融中心 这个中环是香港的金融中心 那么在中环这一站 就会有a到j这么多的出口 a到j同学们 而且a还要再分a1 a2 a3 a4 所以说对于香港人来说 他们很幸福 交通非常的便利 就像是八爪鱼一样 所以说他们那个巴达通用的就是octopus这个单词 八爪鱼 有八个爪子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十月 这个月份当中体现的 叫做october 你说老师你骗人 october明明是十月 怎么跟八有关系呢 我来说一下 其实呢之前 月份只有十个月份 但是呢 这个凯撒大地吧 觉得这个时间感觉不太够用了 那怎么办呢 好了我加两个月份吧 所以说呢 他就加两个月份 就是咱们现在的一月跟二月 Generate and February 所以说以前的一月March 就变成了现在的三月 逐一往后推两个月份 那么原来的八月 october 是不是就变成了现在的十月 october 对我是那个专业的哈 香港大学的TESOL专业 现在能理解是怎么来的了吗 你看同理 我原来的December 是十月 那么莫名其妙的往后推两个月份 变成了十二月December 所以说DEC呢 他就有十的意思 是个拉丁前缀 那么DECA DEC 其实它是个拉丁西亚前缀哈 比如说decade 十年 对不对 一个十年 那么前缀呢 使用到的就是DECA这样的说法 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十的 这样前缀的说法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表示百了Handroid 比如说Hectare 比较公顷 Hectare这个前缀 比较是一百的意思 那么初次之外呢 cent CNT 比如说century percent 百分之百 世纪一百年 这都是比较百的意思 再往下千千千 kilometer 一千米 meter米 kilo 一千米 对不对 就是kilo 有千的意思 kilogram 一千斤 千克 千克 再往下 milli也有千的意思 比如说millimeter 你看千分之一米 就是我们的毫米 对不对 千分之一millimeter 好 最后一个 表示的是many 也多 那么希腊前缀呢 是poly 比如说poly technic 我再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这个理工学院 别的 就理工大学的 什么什么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有吗 有是不是 你观察一下 你们学校的那个英文的翻译 可能就有这个polytechnics 比如说蓝祥技校 是不是 很多很多技术的学校 那么这里面就使用到 polytechnics 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 叫做polytechnics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没说错吧 polyu 叫做polyu polytechn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好 这就是香港理工大学 没错 西安理工大学 是人词 西安理工 还有那个西本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好像你们的学校 当然也有这个人词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 三个下呢 就是multi 我们知道multi 比如说multiple choice 指的是多选题 单选题 就是他很多很多的选 选一个multi 那么multitude的时候 大量的 multitude of something 就相当于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很多东西 multi multi media 多媒体 对不对 就是使用到这样一个前缀 对 multiply 你看是不是成倍数的 快速增长 像成法一样的增长 multiply 多数大量的增长 对不对 激增了一些 multiply 好 没有问题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数字前缀 数字前缀 那么剩下的呢 就来测试一下了哈 最后来测试一下 大家这次单字机怎么样 首先这个单词 obsess obsess 想想哈 根哥 那种照片 坐在你对面 怎么样呢 你被迷住了 你也很困惑 怎么长成这样子 对不对 诶 着迷困惑 都是他obsess 好 再往下 pultry 朋友 试一试 没关系 失败都是不重要的小事 再试一下 诶 微不足道的 微小的 好 下一单词 defer defer 这些事情往后放吧 往后放 相当于plutov 那如果说 我低下身子 扶着你 对不对 扶着你走 那表示的是 服从顺从 对不对 服从顺从 推迟 下一个 treatable 我们所说的 这个航空英语 treatable 小桌板 对不对 像盘子一样的桌子 小桌板 下面 session session 一起坐着来 怎么样呢 开会 对不对 会议 开会 除此之外 还有课程的意思 一节课 两节课 session1 session2 好 再往下 call sit call sit 说 所有人呢 怎么样呢 都围着他坐 都围着这一个人坐 call sit 指的是我们的 宠爱宠儿 宠爱宠儿 下面triple 三岔路口 谈论的是不重要的小事 triple 几个人词 名词triple 所是great 好 第二个单词 confer confer 一起带 一起带就是 给你带来授语吧 除此之外 conference confer with somebody conference 商讨商 商议 对不对 协商的意思 第九单词 appraise appraise 我们说同一单词 是evaluate assess evaluate assess preise 表示的是value 对不对 我加强去把这个价值给它估降出来 觉得是评估估量 评估估量 好 最后一单词 nuketri nuketri 我们说通过negative去记 对不对 说那些让你觉得生活很消极的 其实都是不重要的所事 让你觉得心情不好的都是不重要的所事 好 没有问题 这组单词大家长得不错 那么 我来说一下 今天的打卡词 今天的打卡词 大家对哪个单词印象没有深刻呢 咱们就用这个单词来打卡了 今天大家对这个单词印象比较深刻 咱们就用这个单词来打卡 取根 可以吗 取根好 取根 取根老师英文名字 咱们给它定义一下 erredicate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单词作为打卡词了 同学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同学们单词呢 就是不断的要回复 刚刚只结束了四节课 不然大家长得怎么样啊 最起码这四节课的单词 你应该不是障碍了 两个四节证课 两节复习课 应该给大家复习的差不多了 好 那么 就 25号别问了 25号刚好是约美妆的一个课程 对 秋冬美妆大赏 我的英文名字 大家想知道英文名字吗 我的英文名字叫 Kunsi 他是个美国男子名 就像 Kun老师的名字一样啊 那个Kun呢 其实也很多是 哪里才会用的 然后他也是个美国男子名 他跟我那个Kun的发音比较像 所以说 当时呢 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 剪刀手 是不是太雷了 嗯 美妆在哪里约 应该是在那个大学福利社 大学福利社 那个Arable's Hall 就我也很纳闷 他为什么复书 但是他的用法就是那样子 Arable's Hall 你可以理解成 是很多人到达的大庭 很多人到达的大庭 福利社应该是在页面上 可能还没有上页面 上页面之后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 直播 直播 00后 对 好了 那么今天上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对 我之前在新安上了大学本科 那么之后呢 咱们可以在 就是 福利社的课程 跟那个接下来的 习习课当中 和那个复习课当中 继续跟大家见面 好了 那么晚安咯 Good night Everybody Bye Bye by bwd6 by bwd6